好 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國民黨立委許巧欣的大姑夫妻黨 捲入詐騙案件 遭到檢方是羈押禁見 不過事件延燒超過了一週的時間 現在呢 外界對於 許巧欣是否涉入到這部分 相當的關心 但由於這個事件延燒 導致這個許巧欣的支持者相當的擔心 現在傳出包括了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以及民進黨立委 黃傑都收到來自於 許巧欣的支持者的恐嚇信件 不只威脅到他跟他家人之外 甚至還揚眼要炸服務處 街上有法務部長蔡清祥來到立法院 被許營太針對這樣議題做出回應 馬上帶來聽 任何人如果受到恐嚇 就應該要立即報案 那由警方來做 蒐證必要時會報請 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這種違法的行為是絕不容許的 謝謝 許巧欣被列他自案的調查 至於個案的問題 那受理的檢警機關 他們都會依法來偵查 謝謝 好實際上許巧欣呢 在捲入了這一次的風波之外呢 在上週這個濟進黨也前往北檢來進行告發 因此北檢將這個許巧欣列入他自案的被告 許巧欣昨天受訪的時候就表示呢 司法會還他一個清白 而今天上午呢 蔡清祥被問到的三關議題 他還表示受理的單會會依法調查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